大家好 今天是5月5日星期三 其实5月份只行三个交易天气 暂时来说5月份最高的指数 是星期一的28,684点 最低的指数亦是星期一的28,256 即是整个市 今个月直到这一分钟 波幅只有428点 先高还是先低 暂时看不到 无论指数如何行 总之你不能够突破28,677 或者跌穿28,256点 等同仍然是整固等变 不过整固等变当中 我也想跟大家谈一谈 因为虽然恒指跌穿了50 20 10 以及100天线 那条50天线 现在在28,937点 距离现在的现指不外乎5、6、8点 即是说市场如果有办法 一个反攻从而升回5、6、8点 技术上已经可以修复所有平均移动线 至于跌多几百点 当然不用说了 回市3月25日的低位27,505点 市场等变 尽管看看到底向上行还是向下行 但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4月的低位是12日的28,274 5月的低位暂时来说是3日的28,256点 这两个低位有机会形成一个跨月份的小伤底 尽管看看后市能否突破所有平均移动线